糖類這個字眼 最常出現在強調均衡飲食的 營養素分類表中 和脂肪蛋白質一樣 轉化成能量 被視為維持人體生理機能的必需品 但糖類的重要性 其實遠超乎我們想像 幾乎所有的細胞表面都有糖類的分布 也就是說細菌要入侵人類細胞的時候 主要就是要細菌表面 跟我們人體表面的糖分子的一個 我們所謂的細胞跟細胞之間的作用 研究發現糖類不只是能量的來源 它還是細胞與外界溝通的橋樑 因為侵入人體的病毒 細菌等 第一個碰上的 就是這些裹在細胞外層的糖類 透過和測定糖類的交互作用 病毒才得以進入細胞繁衍 雖然近年來 糖類的重要性已經被證實 科學家對於糖類的功能及研究仍相當有限 因為將人體內九種基本單糖 任取四種所構成的排列組合 可以產生一千五百萬種以上的組合 其複雜程度遠遠大於核酸和蛋白質 為了解決這個多糖合成難題 科學家發展出了城市化一鍋合成法 今天就是用不同的保護劑的單糖分子 去建立了一套反應速力差異的資料庫 目前如果以一鍋化這個城市做出來的結果的話 我們可以大大的把之前需要半年或是幾個月的時間 縮斷為幾天或是一兩個禮拜就可以完成 所謂的城市化一鍋合成法 簡單來說就是利用一連串複雜的化合物及活性反應的改變 將各種多糖體的組合比例 輸入電腦建立資料庫 舉例來說 如果科學家想合成一個糖分子A 就要將已知的糖分子結構輸入電腦 利用城市軟體分析 得到一鍋化合成最佳的構築單元123 如此依序將構築單元123加入反應瓶中 不必蹲也不必熬 就能在短時間內進行合成 有了這樣的技術 科學家得以更深入地進行糖類研究 找出各種糖類與疾病之間的關係 如此一來 不管是發展新的藥物或技術 都替醫學科技在天無限的可能性